哈喽,大家好,经常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我种的东西总是没有商业化种植的产品那么好,那么大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想问你,你浇水浇够了吗? 你知道什么阶段应该浇多少吗? 那么我在这个视频当中,我就就植物的生长过程中不同阶段对水的要求,我们来一块分享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植物的生长过程,我们一年当中我们有12个月 那么12个月一般来说呢,在3月份我们这些植物开始开花 然后到6月份的时候,那么90%的花都会掉下来 然后还剩10%,然后这些10%呢,就结果 那么现在结果以后的花呢,然后到10月份以后呢,这个我们收获 那么我们浇水呢,就是根据它的花和结果的情况来进行不同阶段的满足水的要求 那么在结果以后呢,一定要保证足够的水分 这个时候不但这个果实在生长,而且枝叶也在生长 那么在这个,那么在收获的时候呢,各种水果或者蔬菜,它们的颜色变得暗淡 颜色开始变得深 那这个时候呢,在收获,接近于收获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当地减少水的控制 这样会让部分水果变得糖分增加,增加甜度 也让这个蔬菜呢,口味变得好 那么水果和蔬菜收获以后呢,这个植物就开始进入一种休养休息的状态 这个时候主要是根部进行发育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是冬季或进入雨季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水分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浇水 我们就拿这个石榴 那么这个石榴现在正是开花的季节 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花非常的非常的多 而且很多花呢,都会落在地下 这个时候呢,就是进入了一种落花期 那么现在是六月初的时候 所以是落花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花都落在地下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开始逐渐地加以浇水 逐渐地可以浇水 因为在落花以后呢,这个水果就开始生长起来 那么逐渐地我们就可以加大浇水 那么这个橘子也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地下有很多干的花和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它落花期和落果期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可以自动地调整 就是丢掉一些不能生存的一些果实 那么现在我们镜头看到的是枣树 那么枣树呢,现在正在开花 那个开花呢,已经你可以看到 有些已经开始逐渐有果实出现 那么就是在花的正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果实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不要浇太多的水 那么我们要耐心地等待落花期结束 落花期结束以后 那么在树上的能够生存的果实 就需要,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加大的水分 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在树上的果实 长得非常快,而且丰满,非常大 落花期结束以后,我们一定要保证找树的 有足够的充分的水分 那么我们镜头看到现在的这个橘子 已经渡过了掉花期 现在小果儿一点点,很小很小 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这个时候,这个树不会出现 欧根的现象 猛焦,大焦 几乎每天都焦,都不会出问题 这样我们可以在它这个橘子 这个橘子果实在蜂长的过程当中 保证水分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枝叶也在生长 你看这种阳光绿的,轻轻的都是新的枝叶 也需要水分 所以这个时候它需要大量的水分 如果你的这个土壤不是那种 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透水非常好的这种土壤的话 你浇多少水都不会过 当然我们只是这样形容 最好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但是我们也不需要浪费水 好了,一句话,也就是说我们要耐心地等待 这个落花期结束以后 要保证我们的这些果实有足够的水分 一定要保证它们有足够的水分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果实一定不比商业化的产品来的小 好,而且味道一定要比它们的还要好 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那么下个视频呢,我们想单独谈一谈 从肥料方面来保证我们的果实能够超过商业化的产品 而且味道,鲜美,比它们的还要好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结键 订阅,转发,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